这段时间发生在台国的那场开称史上最难的洞穴救援行动,可谓是牵住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心,经过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和救援人员们, 长达18天的不懈努力,终于在昨天晚上成功的把12名被困男孩以及他们的教练悉数救出,这个喜讯已经传出,泰国民众们纷纷欢呼雀跃,他们被救出后身体较为虚弱,甚至有几名孩子出现了肺炎的症状,但幸好救援行动还是赶在了下一轮暴雨来临之前结束了,才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, 行动圆满成功了,也不用再担心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完全受到威胁了,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事故,结果却无端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以及物资,甚至还导致了救援人员的伤亡,于是许多人开始回想起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,想找一找到底是谁的锅,结果并不出人意料,助理教练 作为孩子们的临时监护人,同时又是被困人员中唯一的成年人,这次意外的发生,直接使他成为了重视之地, 其实他被救援人员发现,但少尉从山洞中解救出来时,就已经向孩子们的父母表示自己深感自责,却还是遭到了网友们的一顿臭骂,其中有网友对他发起这个山洞探险活动很是不理解,直接就是一句质问,为什么要在雨季把孩子们待到洞穴深处? 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,更有一些直接狠狠谴责他的网友,他不仅带着孩子们一起迷路了,还差点导致他们因此丧命,他必须因为害孩子们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受到惩罚,更不该被说是英雄,如果这些孩子们都死了,那将会是一条人命怪罪在他头上, 虽然我不是那些孩子们的父母,但我对这个教练的行为很气愤,我觉得就是教练的错,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,那他为什么道歉呢? 当然,也有人反驳这些网友的质疑,6月23日,他们出行到经典时的合照可以看出,当时完全是风和日历,大家进去探险前,也不会预知到突然的暴雨导致洞穴积水啊, 面对如此众多的质疑与骗责,但是还处于在医院里隔离期间的Ecopo并不能及时做出回应,但就在前天的媒体采访中,这支球队的主教练Nar Brett说出了,Ecopo为孩子们做的一些事,希望能够消除网友们对他的误会,他为孩子们付出了很多,如果平时孩子们的父母没空,他都会亲自接送他们上学, 平时对孩子们也是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般,非常的负责任,他还帮助我设计了一个系统,如果孩子们在学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将能得到足球装备的奖励,比如新的球鞋或一条新的球裤,以此让孩子们对足球的热情能够激励他们在学业,上取得优异的成绩。 Ecopo的好友Joy Kanpai同样也在媒体前替他发声,比起自己,Ecopo更爱这些孩子们,他觉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他不出烟不喝酒,平时都是言语律集,也一直教导孩子们这样做。 Ecopo,这名教练的身世,本身也比较坎坷,在2003年时,Ecopo所在的村庄,爆发了一场瘟疫,让他失去了双心和七岁的弟弟,当时年纪十岁的他成为了一名孤儿,与其他几位亲戚相依赖命,可能是接受不了家里遭受如此之大的变故,当时的他变得沉默寡言,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 在Ecopo十二岁那年,Ecopo实在不忍心继续看到,他整日沉通不堪,于是把他送到了寺庙当僧人,希望他能在修行中淡忘掉那些苦痛。 Ecopo这分人一当就是十年,直到三年前,他才离开寺庙前往青岚,照顾他年老病重的奶奶,照顾奶奶需要生活来源,于是他去找工作。 正巧在这期间,青岚省美赛小镇上的Prizzetford中学,开设了一支名教业书的足球队。 面试过后,Ecopo成为了球队的助理教练,评议里负责队员们放学后的训练。 球队里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来自少数民族和贫困家庭,遭受过的苦难也是不少。 所以Ecopo才老是说,能从他们身上,看到自己的影子,感同身受的经历,也是让他对孩子们格外的好。 这次的事故中,Ecopo在行程上有着过失,但在被救援人员找到钱的九天里,他为孩子们做的事,可以说是非常无私了。 当时,本来没打算在山洞中逗留太久的他们,身上并没有带什么食物,发现被暴雨鸡水堵住返程的路时,Ecopo还冷静地带领着孩子们躲开危险的位置。 且在之后的九天里,他把自己那一份的食物几乎全分给了孩子们,以至于在他们被救援人员发现时,作为成年人的Ecopo却是其中最虚弱的那一个。 在整个过程中,他发挥了自己当分人时积累的胆缠镜做技巧,教会孩子们静下心来等待救援。 后来得知此事的网友,还曾上传了一张很形象的漫画,Ecopo打坐保护着野猪足球队的小野猪们,由此可知,他们能够在几乎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支撑了九天,知道被救援人员成功找到,Ecopo时空不可没的。 即使如此,他在刚能通过救援人员,传至条与外界沟通时,就马上向孩子们的家长写了这么一段话。 大概是这个意思,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照顾好孩子们,同时,我也要向大家道歉。 孩子们的家长也是表示很理解,有的还会信让他不要过于自责。 了解到Ecopo为孩子们做出的贡献后,许多网友有了和之前不一样的看法,不,是他的错,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会有那么大的暴雨积水啊。 这只是个意外,教练已经把他所有的食物和水都给了孩子们,他基本上都没碰过自己吃的那份,是教练救了孩子们的命。 不要怪他,Ecopo你是上天赐予孩子们的礼物,祝愿你一切都好,其实他会营养不良,就是因为把太多自己那份食物分给了孩子们。 这得是多好的一个监护人呐,我敢肯定教练并没有意识到威胁正在来临。 没有人能遇见这一点,不管怎样,幸好最终大家都脱险了,希望孩子们可以有一个健康光明的未来。